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 陈乔恩的话听一半就行了 拜托陈乔恩是谁呀 早期的爱情偶像剧女王诶 什么白马王子总裁男神 都是陈乔恩见识过的 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都羡慕的女演员 可是跟男神搭戏的陈乔恩却没什么感觉 单身solo了几十年都没有遇到良远 因此陈乔恩水泥风心 决定不结婚不谈恋爱不生小孩的独立主义 这些想法统统都在遇到艾伦以后发生了改变 在父母的强势要求下 陈乔恩参加了芒果台的综艺 女儿们的恋爱 认识了男嘉宾艾伦 艾伦是个既幽默又内敛的男生 低调的让人一开始都没发现 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富豪家庭 但是经济实力并不是吸引陈乔恩的主要部分 真正让陈乔恩动心的是艾伦温和的脾气 事无巨细的贴心 在节目上偶然的一次机会 陈乔恩去到了艾伦家里 意外发现艾伦把陈乔恩送的礼物 都好好地存放在了家里的展示柜子里 就这个小小的贴心举动 让陈乔恩觉得自己受到了这个男生的重视 自己真的有被艾伦放在心上 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 但陈乔恩虽然不怎么谈恋爱 也懂得要循序渐进 对待感情还是很慎重的 所以陈乔恩在节目上的时候 就试探性地询问艾伦 你可以接受你的另外一半不想生小孩吗 艾伦听完的第一反应也不震惊 而是在脑海中浅浅地重复了一下问题 有点疑惑但不多 对比起隔壁的吴永恩 艾伦的确是个很有涵养的男人了 艾伦表示自己目前没想过这个问题 也不抗拒这个问题 但艾伦自己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朴素的爱情小心眼 就是跟着爱人 两个人一块带着孩子出门 有一种家的感觉 有一书一 通过艾伦的反应以及表现 可以看出来 艾伦的思想是很开朗的 并不会大男子主义地去更改陈乔恩的想法 尊重他人的身世风度 特别地可圈可点 也难怪陈乔恩独立主义的心思动摇了 敞开心扉地跟艾伦解释 自己是因为延伸家庭 才对婚姻没有安全感 如果以后遇到了对的人 或许自己会改变想法 事实证明艾伦就是这个对的人 他改变了陈乔恩的想法 成为了那个让陈乔恩爱到可以结婚 可以生小孩的人 在人生选择题这档节目里 陈乔恩透露 自己确实没有把生小孩这件事提上日程 主持人华少就问道 那你有给自己设置一个生小孩的期限和底线吗 陈乔恩的答案是 在自己45岁之前 刚刚好 在这个年龄段里面 其妈芒果台就把艾伦送到了陈乔恩的面前 两人相知相爱 从爱情走进婚姻 结婚后的艾伦陈乔恩 仍然没有把生孩子这件事提上日程 但真正在爱情面前 这些都不重要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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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